好感知和法报都掉了啊 没毛病 这把无论是不是野生 成就肯定是要出一出的了 对不对 只要是童子 只要炸成就没毛病 你就给我炸 哎呀我去 一堆成就 卧槽九技能 继续给我出 我看看有啥 十二技能合宠大人 可以 还有技能吗 我还要看 九 十十二 把的吸血鬼 十三技能啊 十三技能十三技能啊 十三技能啊 这一波成就出的话有点炸 我们看一下资质 看一下资质吸血鬼啊 工资的话1044房子1400多 在这把不元宵一吃 还行速度自超低 可以当啊归宿啊 可以当归宿 在这把不吃完15元 要公斤自治一点都不差的啊 可以当啊超归宿 技能肯定是翻页的了 不用啊 不用说那么多 好 我们最终还是还给了一个箭头 给啊 给 老腰啊 十三技能啊 十三技能的啊 十三技能的啊 十三技能的翻页吸血鬼啊 回炉 给你他也炉 我回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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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回了啊 不回了 这只宝宝能卖点钱了 元宵别浪费了 给109级的兄弟啊 在这宝宝我们 我们 尝试吃15元元宵 真经知识 工资能吃到1400啊 1393 成长能吃很多啊 在这宝宝速度自治超低 在这宝宝速度自治超低 1.24 今年1.24 还行 这波回了一口小血啊 回了一口小血 说实话 童子垃圾了 这只宝宝童子 要是真的稍微强一点的话 可能合作个15技能吸血鬼 但吸血鬼啊 其实就差那么一点事 童子的话就是个12技能 12技能 这种子指的童子的话 也就能卖上一个 三万多块钱吧 啊 如果什么都没吃 这种童子的话 可能三万多块钱 三万四万的 能当蛇不 能当蛇 这只宝宝当然能当蛇 当蛇是必须能当的 完美的蛇 所以说有用 别回炉了 回炉都瞎了啊 来吧 割气覆盖我吧